中国052D驱逐舰究竟有多厉害? 对比美日韩现役驱逐舰,又有哪些性能优劣势呢? 今天中国海军的戾气,052D型导弹驱逐舰成为了中国在海上的标志性舰程之一。 于是,很多人便会将052D型导弹驱逐舰与美日韩的驱逐舰或护卫舰进行对比。 那么,在这种对比中,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有哪些优点或缺点呢? 其实,当今美日韩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罢,基本都是在宙斯盾系统上进行改舰的。 其使用的导弹基本也是在民兵导弹基础上改造的,所以这些军舰基本可以称为宙斯盾系统的衍生物。 对比宙斯盾系统衍生型军舰,中国海军的052D型军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在反舰导弹上的突破。 除了有性能更优的反舰导弹外,052D型导弹驱逐舰还增加了发射单元,让它的威慑力更大。 不过,052D型导弹驱逐舰面对宙斯盾系统衍生型军舰也不是完全能体现优势,有些劣势还是必须实施的。 那么,052D型导弹驱逐舰究竟有那些优劣势呢? 一,反舰导弹上具备一定优势,当苏联将战略导弹搬上军舰后,海战的模式进入到了现代化阶段,于是反舰导弹成为了海战的一个新主角。 在反舰导弹上,中国一路追赶,如今也做到了弯道超车。 鹰基副21反舰导弹的出现,让052D型驱逐舰的战略威慑一度被国际高度重视。 毕竟,鹰基副21型反舰导弹作为一种超音速导弹,无论在制导还是在突防, 上对比宙斯盾系统衍生型军舰上的普通反舰导弹就凸显出了一定优势。 如今,在反舰导弹中比较成熟的就有飞鱼反舰导弹。 它曾被美国视作反舰导弹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见其性能的出色。 但是对比飞鱼反舰导弹这种亚音速反舰导弹来说, 鹰基副21超音速反舰导弹不仅更难以拦截,它的威力也更大。 所以,这让052D型导弹驱逐舰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扩散到了第一及第二导链。 可见中国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在反舰导弹上占有一定优势, 这也是052D型导弹驱逐舰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国利器的理由。 鹰基副21超音速反舰导弹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明显的优势, 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制导上的优势,这其中就包括了雷达制导。 虽然宙斯盾系统中因以为傲的就是它的雷达系统, 但是中国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也不容小觑, 它不仅在防御系统中表现突出, 还在为反舰导弹的制导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这让052D型导弹驱逐舰装备的346型四面阵, 有缘相控阵雷达一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称之为龙的眼睛, 可见在这一技术上中国还是有着不小的优势, 于是052D型导弹驱逐舰便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性能军舰。 二,反舰能力上依旧有待提高, 在反舰导弹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当然也不能忽视052D型导弹驱逐舰的劣势, 最为直观的一个劣势就在反舰技术上。 宙斯顿系统衍生型军舰在反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反舰直升机上,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强项所在, 得益于直升机技术的成熟, 于是美国将大量的黑鹰直升机改造成反舰直升机, 并出口日本、韩国等国。 这让日韩等国购买美国的反舰直升机后, 也具备了相应的优势, 所以这让美国依靠着反舰直升机在当今的海洋冲突中做到快人一步, 这也是值得052D导弹驱逐舰学习的。 中国在反舰技术上落后并不是一日造成的, 相反这种中国的固有短板, 因为在直升机技术上的不足, 所以中国在反舰技术上一直提升不起来。 另外就是在反舰直升机上搭载的反舰系统, 这也是让中国在反舰能力上表现不足的地方, 于是这让中国的反舰水平一直趋于落后。 在如今的海上冲突中, 如何遏制敌方的战略和潜艇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制胜因素。 所以在冷战时期, 美国为了遏制苏联遍布各个大洋的战略和潜艇, 可谓是在反舰技术上下了一番功夫, 这让美国在反舰技术上一直趋于世界前列。 正因如此, 美国才能让宙斯顿系统中反舰成为了十分突出的一个优势。 看到当今中国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在反舰能力上的不足后, 警示了当代的中国的军事技术人才, 今后便要在反舰技术上泼下一番功夫, 并在不久的将来让中国在反舰技术上实现弯道超车, 真正实现成为世界一流海军的愿望。 中国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自诞生开始就备受瞩目, 正是因为它的不少优势让它成为当代高性能军舰中的佼佼者。 但是对比美日韩的宙斯顿系统衍生型军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还是有一部分优势和不足的, 这里就需要证实这些不足的地方, 争取在日后迎面赶上, 生产出真正一流的高性能军舰。 052D驱逐舰战力多强呢? 可以无视日本跟踪, 过宫古海峡, 自卫队拿啥叫板。 最近, 中国的052D驱逐舰无视日本跟踪, 越过宫古海峡, 那接下来日本自卫队拿什么武器来与中国的这一先进武器装备叫板? 作为中国目前较为先进的主力驱逐舰之一, 052D有着非常强大的防空能力, 但052D擅长的事情并不只是区域防空, 也同样包括了反舰和反潜。 倘若一艘052D的垂直发射系统里面装载的绝大部分武器是反舰导弹, 那它就不会再是一条高性能防空驱逐舰, 而是一艘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对敌军舰队进行饱和反舰导弹打击的超级舰船杀手。 因此, 想要从外表判断一艘052D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和美国的MT-41最大的差别在于, 中国垂直通用发射系统拥有更高的深度, 这允许中国的垂直发射系统能搭载和发射更多高性能的导弹, 尤其是在中国版的一坑四弹技术公开亮相之后, 与055同用垂直发射系统的052D驱逐舰将同样能够获取该类技术的加持, 这意味着中国的052D驱逐舰能携带的导弹数量, 将和自身的64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的数量要高出一定的数量。 其次, 052D是少数几种使用液体冷却系统来给自己的现在相控阵雷达进行冷却的大型防空驱逐舰, 这意味着在交战时期, 052D可以持续启用它的相控阵雷达以保持高等级警戒状态, 这让052D在遭遇各种紧急情况时, 能拥有比其他国家的同类防空驱逐舰更高的反应速度, 再加上中国一直都在对它们的052D驱逐舰进行各种各样的升级改进工作, 尤其是最新版本的052DL大型驱逐舰不仅仅安装了新一代反隐身米波预警雷达, 从而让最新式的052DL驱逐舰再不启动其主线共振雷达的时候, 拥有对雷达隐身单位的发现能力, 而且还能在非防空警戒状态下有效干扰和杀伤中小型无人机单位, 再加上52DL驱逐舰拥有比原版更大的直升机机库和飞行甲板, 接下来,中国可以让性能更强大, 作战效能更高的中型直升机进驻052DL, 让这款大型驱逐舰的反潜作战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再加上52D驱逐舰作为一种潜能尚未被发掘殆尽的新式战舰, 这款驱逐舰未来还能通过升级改造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从而让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得到加强, 因此,相比于美国目前改无可改, 甚至需要以消耗自身导弹储备数量作为代价升级雷达的哈利伯克驱逐舰来说, 就算中国研发的052D驱逐舰战力在目标比不上后者, 未来也能借助技术升级手段将哈利伯克抛在脑后, 中国主力驱逐舰052D实力如何, 和同等级驱逐舰相比是否有优势? 说到驱逐舰,相比大家都会想到055型驱逐舰, 然而055型驱逐舰虽然先进, 更是未来的主力战舰, 可毕竟还是刚下水不久, 数量上面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 再说了如此先进的战舰, 在很多场合下用不上, 毕竟小场面不怕的杀鸡因用牛刀呢? 为此,以现在的海军队伍来看, 中国当前的主力驱逐舰是052D型导弹驱逐舰, 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而052D是通过052C导弹驱逐舰进行改建的, 从2010年开始建造, 到现在已经开始建造第25艘了, 可见我们对其的需求有多大, 那么052D驱逐舰作为我国主力驱逐舰, 它的实力到底如何呢? 要是和欧美日韩的驱逐舰相比, 是否有优势呢? 早期中国海军的实力是比较低的, 就说装备, 那更是惨, 完全无法和苏联, 美国, 日本等国家相比, 而是薄弱的工业基础, 让我们的制造也受到了限制, 为此中国海军的实力真的很不济, 就说当初我国研制的051型驱逐舰, 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度落后的, 为此即使服役了, 却无法发挥作用, 甚至说没有战力, 那时候整体的防空和反潜对于我国来说, 那都是一片空白, 怎么办呢? 那就改吧, 继续往更高的方向走去, 实在是没办法, 就引进武器, 再继续自己改进, 为此就想到了引进英国的技术, 而051型实在是已经没地方可以改进了, 为此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 还进行了重新设计, 定位出了全新的052型驱逐舰, 花费了五年时间打造, 用了三年试航才正式进入服役, 那在当时可是我们骄傲的存在, 也是我们最好的驱逐舰, 为此一度被称为中华第一舰, 不过以现在的目光来看, 显然052型驱逐舰是有着不足之处的, 由于我国很多技术有待提高, 为此我国向来是造出型号以后, 经过大量的事业, 再进行改善, 直到成熟才会进行大规模建造, 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款装备, 会改进出多个型号, 就比如说052型驱逐舰, 再后来还出现了052B, 之后开始批量建造052C, 而现在的主力战舰052D, 就是在052C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 但是在052C的时候, 我国正是在导弹驱逐舰上得到了飞跃式的突破, 主要具备着两大核心技术, 一是使用了相控阵雷达, 二是安装了垂直发射导弹系统, 有了这两大技术, 就能够更好地应对敌方导弹和战机的宝核式打击, 可以说让我国进一步得到了改善, 不过既然最后衍生出了052D, 自然052C型不是052系列当中最完善的了, 就在早期服役以后, 052C的问题就开始展露了出来, 比如说整体的稳定性由于建桥为了安装相控阵雷达, 设计得更为高大, 从而下降了15%, 而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由于比如说垂直发射中置, 发射单元不足, 可配用的防空导弹等级不高等, 使用的346型有源相控阵雷达是有缺陷的, 比如说波速干扰大, 机案杂波干扰严重, 甚至数据处理都有问题等, 为此052C并没有继续建造, 而是重新改进, 解决问题, 于是就有了现在052D型驱逐舰, 052D型驱逐舰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正式机身世界先进行列的新锐防空舰, 从2012年开始手搜下水, 越来越多的052D驱逐舰开始亮相, 中国也成为了拥有此类四面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通用垂直发射装置军舰数量最多的国家, 要知道此类军舰, 世界上只有六种, 相比于052C型导弹驱逐舰来说, 显然更为完善, 虽然看上去整体的布局差不了多少, 可实际上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并且还将052C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而052D型驱逐舰的对手, 主要是德国萨克森级护卫舰, 荷兰七省级护卫舰, 丹麦伊万休特菲尔德级护卫舰, 日本秋月级驱逐舰, 日向级直升级驱逐舰, 毕竟这些军舰可以说是同等级的存在, 那么和他们对比, 我们的052D驱逐舰是否有优势呢? 从吨位来看, 其实都差不多, 除了秋月级是6800吨的之外, 也都是7000吨级的, 为此在吨位上还真是不好对比了, 而所装备的雷达, 也都是有缘相控阵雷达, 那从火力和射程来说, 日本的秋月级, 是明显和052D有着巨大区别的, 就比如说, 其的雷达探测距离只有250千米, 只能携带64枚海麻雀中程舰空导弹, 在这一点上是和052D有差距的, 为此要是和秋月级对上, 我们的052D是没在怕的, 要知道我们的052D拥有64个发射单元, 是一坑四坛的, 那武力是妥妥的压制, 就火力来说, 其他国家几款都有些差强人意, 这也是052D的一大优势, 更是压倒性的, 不论是在防空还是对海打击上, 面对这几款军舰, 那是有着绝对优势的, 甚至还常有人拿052D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对比, 可见众人心目中的052D型驱逐舰的地位, 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护卫舰, 驱逐舰能够相比的, 但是整体来说和阿利伯克级还是具有差距的, 甚至在定位上来说, 还有着不同, 那么52D究竟有多强呢? 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让多国海军部队望尘莫及, 迄今为止以美国海军最为强的, 毕竟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和大量先进盾舰, 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实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海军开始崛起, 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两艘航母和数十艘盾舰, 其中的代表便是052D导弹驱逐舰, 这艘盾舰首次采用垂直发射系统, 以及首次在军舰上采用固定相控阵雷达, 而且搭载全新防空导弹, 最大射程达到200公里, 要知道最初的时候, 我国装备051C系列驱逐舰, 采用俄罗斯的左轮式发射系统, 该系统每次只能发射一枚导弹, 而且导弹需要向左轮首相中的子弹, 每发射一次就要进行轮转, 随后我国对这一系统进行升级, 虽然依旧采用这种发射方式, 但拥有6单元发射系统, 意味着每次能发射6枚防空导弹, 随后在052D导弹上, 彻底更换了发射系统, 目前新型中华神盾舰艇, 拥有两大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前后个3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共计64单元的垂法, 可谓是让多个国家望尘莫及, 此外作为我国新型盾舰, 还搭载全新的船电系统, 除了相控阵雷达之外, 同时也拥有更加先进的末端制导防空导弹, 再加上7000吨的排水量和30节的最高航速, 可以说这艘盾舰的威力不容小觑, 所以在近海防卫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甚至被外界称之为是中国海军部队的大杀气, 当然,这艘盾舰的近海打击能力也十分强大, 除了拥有传统的舰炮之外, 还搭载飞行速度在两马赫的海红旗附施防空导弹, 可以说无论是从近海防护, 还是从远程反舰能力上, 零瓦二帝已经处于世界一流顿舰的水平中, 再加上我国还拥有譬如055和075等先进舰艇, 足以让中国海军击身全球强国序列, 当然这也是多年来我国不断追求的目标, 如果将来可以装备更加先进的舰载机, 那么中国海军的实力必定还会有所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又一艘新型航母可能要在年底问世, 届时中国将拥有三艘航母, 而且新航母极有可能搭载全新的弹射方式, 届时中国航母的实力, 可以说丝毫不弱于世界一流航母, 想必在未来, 中国甚至能研制出一流的核动力航母, 那么052D驱逐舰在世界上地位如何, 拥有哪些先进技术? 052D驱逐舰堪称是现代海军中的战列巡洋舰了, 它目前最引以为傲的技术就是能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如果我们把052D驱逐舰的各系统 和美国海军的伯克2A级驱逐舰进行对比, 就能发现它有哪些优势, 哪些短板, 并且对其地位有一个明确判断, 笔者认为052D是仅次于055大型驱逐舰的新进驱逐舰, 在全球驱逐舰战斗力中, 暂时排名第二还是没问题的, 分防空, 反舰, 反潜, 反导等四大指标来看, 052D和美国的伯克2A相比, 两项占优, 两项劣势, 占优的是防空和反舰, 劣势的是反潜和反导, 防空方面, 052D使用大型S波段有缘相控阵雷达, 四面固态布置, 取消了照射雷达, 使用主动制导舰空导弹, 最大射程200公里, 中段指令引导到目标附近, 然后打开导弹雷达自处进攻, 其导弹垂发单元是64单元, 采用冷热通用设计, 每一枚导弹都是单独通电, 可以随时发射大量导弹拦截目标, 拦截的目标数量理论上是无限的, 仅受限于被弹数量和电脑处理能力, 美国的伯克2A型驱逐舰, 用的还是万年不变的SPAIN, 雕低无源相控阵雷达, 也是四面固态布置方式, 搭配SPG-62型照射雷达, 标准-2型指令制导对空导弹, 拦截目标的数量受照射雷达的数量限制, 因为导弹需要全程进行指令引导, 也无法实现发射后不管, SPG-62照射雷达, 最多可对四个目标进行分时照射, 如果目标是在散步角度较大的范围, 那就只能对两到三个目标进行照射, 伯克2A驱逐舰配备了三部, SPG-62雷达, 最多能对6到12个空中目标进行拦截, 由此可见, 伯克2A型驱逐舰的防空能力, 比052D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 伯克2A的防空系统整合了反导功能, 对于美军来说, 他们要应对的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天空, 更来自于太空, 美国为伯克2A驱逐舰配备了海基反导系统, 它可以使用标准复三拦截弹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这是美国独有的作战环境决定的, 就目前来看, 由于美国自己没有配备中程弹道导弹, 因此其他国家暂时也没有必要配备反导拦截系统, 因此从这块来看, 伯克2A有它的独特优势, 反潜上不多说, 伯克2A拥有双机库, 搭载的是SH-60中型反潜直升机, 怎么都比只有单机库搭载直9C轻型反潜直升机的052D要强, 但是为何终究052D比伯克2A要强大呢? 就在于它拥有强大的反舰能力, 在海军航母编队中, 美国的伯克2A就是实打实的护卫舰, 它要为航母防空, 反潜, 反导, 但是在进攻作战上能力非常有限, 它只有8枚鱼叉反舰导弹可用, 鱼叉导弹射成300公里左右, 且只是亚音速导弹, 威力和射程都没有太大威胁, 052D就不同了, 它可以使用两种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 分别是亚超结合的YJ-18导弹, 射程600多公里, 中段施亚音速掠海突防, 末端爬升高度, 然后下坠攻击, 突防最大速度1.8马赫, 集合了亚音速导弹的大射程和超音速导弹的强突防, 大威力等优势, 而且可以在航母打击范围的边缘发射, 安全性也较高, 但YJ-18还不是052D最强的反舰导弹, 它还可以使用一种高超音速的反舰弹道导弹, 近期还进行了发射测试, 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看作是东风, 21D或东风-26弹道导弹的缩小版, 在临近空间高度, 以前学森弹道飞行, 大气层内最大速度超过10马赫, 防空导弹无法拦截这么高的目标, 而反导导弹无法在大气层内拦截, 因此对于这种高速导弹, 目前没有好的防御方式, 该导弹射程可达1000到1500公里, 两极动力双坠体射击, 可以在航母战斗群打击范围之外使用, 这就使得052D驱逐舰可以在航母战斗群中承担攻击性任务, 由航母上的预警机, 现在机, 无人机, 以及天上的卫星系统为其提供目标方位, 再由052D和055等驱逐舰发射高超音速舰带弹道导弹, 这样055就能发挥战列舰的作用, 而052D就成为了战列巡洋舰, 它们和航母可以构成新的主力舰组合, 一改过去完全以航母为核心主力的局面, 这样的能力, 伯克2也是没有的, 可以预见到伯克-3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因此055大型驱逐舰稳坐第一的情况下, 052D也可以坐上驱逐舰第二的位置。